父亲给了小孩子公司很多的股权 那么这个小孩子目前也当董事长 这个小孩子他娶了太太或是嫁了先生 那么他们有小孩 各位这小孩都很小 结果这个董事长的所有股权 都由太太跟小孩继承 太太他又去改嫁了 改嫁了以后就把公司的股权 都过给改嫁的先生 那夫妻赠予免税 所以先生就代替太太跟小孩 进到这一家公司里面来 掌握了所有公司的潜力 这一家A公司 是他们家族辛辛苦苦打拼起来的 这里面两个处理 第一个工具 好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我们上一次有讲过 一个爸爸替他的小孩 买了一栋透天的房子 那登记在小孩子的名下 那么后来这个小孩子 娶了太太之后 争了一个小孩 那后来他的儿子往生了 登记在这个孩子名下的 这一个房屋土地 这一栋房子 在法律上因为登记在小孩子这里 所以就是变成太太跟孙子会拿走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这个爸爸当然非常不甘愿 所以他就来告说当初是借名登记 他想要把房子要回去 因为他不想给外人拿走 那为什么不想给外人拿走 因为都还很年轻 他再去改嫁 改嫁给丁 因为他们会组织新的家庭 那组织新的家庭的时候 变成孙子也被他收养了 家庭要圆满嘛 所以他会收养他 他就不愿意他的阿公阿嬷来看这个孙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个父母这边 一起失去儿子 又失去房子 又失去孙子 就这个太太这边来讲的话 他是失去一个先生 那讲说只失去一个先生 可是各位 这是人类感情是非常痛 我们失去先生了以后 去改嫁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感情会不会获得弥补 如果各位今天是女儿死掉了 先生失去一个太太 简单讲没有失去太太都想换了 更何况失去太太 不定马上就结婚了 所以他的这个感情 受到的弥补比较快速 会比较被填补 时间的遗忘速度会加快 但是各位就一个父母 失去儿子 通常我们没办法把儿子再生回来 或失去一个女儿 没办法把女儿弄回来 所以他会感觉到人才两思 这个时候的失落感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法律是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情感无丑弥补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碰到一个议题 很多人来的时候就想说 我现在都很想给我儿子 给我女儿没关系 我很怕他们离婚了 他财产要分一半 尤其是婚后他们得到的这个财产 他们变成要分一半 或是说类似这种情形 我的女儿和儿子往生了以后 就被对方拿走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说我给他没有关系 但是当他们失去了以后 这个东西应该是还我 或是说我只想给我的孙子 这个有时候也是相当震撼的 因为他这个小孩子 如果是公司的董事长 可是各位当他走了以后 他的事业变成太太继承了 各位这个时候太太拥有了 他们家公司绝大部分的股权了 那他又去改嫁 那么他只要把这个股权 给了他新的先生的话 整个公司呢 全部可能都会被拿走 所以在家族的事业里面 或是家族性的家族企业里面 都有说想要把财产留在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观念 我们财产不给外姓的这个观念 在很多人是很强的 那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蛮需要一些法律的工具来处理 第一个工具我们通常会这么样处理 像我们这种年纪小孩子逐渐要成家立业 我们可能就会替他买房子 那么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会帮助他出自备款 那帮他出自备款了以后 其他的他去银行贷款 他们夫妻去缴 但是出这个自备款的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变成是说 父母亲就是会赠予给小孩 这个时候赠予你可能是分年分次赠予给他 每年244万的免税额 那么太太或父母都有244万 你可能帮他出了将近500万或1000万 而且你都会利用每年度的免税额 这个只要在每年度固定的部分 甚至于跟国税局超过一点点跟他申报 取得赠予的这个证据 那也是可以的 而这个地方赠予给他不可以再领出来 所以我们赠予给他去买这个房 我们认为说这个可能这是小孩子的 那这个情形这里是赠予 可是各位他如果跟他的配偶将来闹离婚呢 我们可不可以主张这个500万的赠予 是我们赠予给他的要要回来 只是这500万是赠予的话 他是不算入分厚的财产 那其他的这个房子的增值等等 他也算入分厚的一个财产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离婚尤其比较严重的是 我们的儿子或女王如果往生掉了 这个地方就是配偶 如果有生的时候就跟这个孙子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这个当父母的他会觉得说 他人才两师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采取的手段就是借贷 就是说我帮你买这个房 帮你垫付这个自备款 我还有其他的子女我为了公平 或是为了房子往后分后财产 或是死亡的时候继承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你借贷 所以跟我们的子女就写借据 甚至开本票设定抵押 那么我们银行第一顺位抵押权就是一胎 我们就设定是第二顺位抵押权 那各位如果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时候 我们父母才写遗嘱说 都是累死还没有办法帮老三买一栋房子的时候 他就往生死掉了 那么剩下这个旧屋是三个人都要来继承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当初这个是有借贷的 有借贷的 他就可以用民法1172条把它扣还回来 把它扣回来 所以这样子对老三来讲就比较公平 其实我们在布这个局的时候要想到比较远 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钱就像这样帮他付掉 你帮他付掉有时候付的太多 或是他根本没有任何工作能力 你又帮他缴贷款 这时候国税局一定认为你全部都是赠予 这个都要特别小心 所以第一个处理 父母跟子女之间应该也要明算账用借贷来处理 第二个工具就是借名 父母亲帮子女买这个房子 到底是我们的还是已经要给子女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有看到父母亲帮小孩子买这个房子 买这个房子了以后 这个小孩子跟我们吵架就要把我们赶走 这个常常有 或是这个子女死掉了以后 这个房屋落入太太跟孙子的这个名字 那么孙子跟太太就要把房子卖掉 要赶这个老父亲走 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是说我们喂小孩好 但是事情的一个变化 却是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如果你要布局 那就要先用借名说 在这个小孩子还不稳定的时候 我们虽然买小孩子的名字 将来是有意给他没有错 但是这个房子我们还是先跟他写上是一个借名 那各位借名要保护我们的部分 那就是有借名字布局 第一个要先写感谢状 就感谢你先出名给我登记 这个感谢状其实就是借名契约 第二个我们一般的代书 在写借名的时候是会给他设定抵押 甚至于有的写上预告登记 就是未来要返还给我 各位设定抵押是有一天他把这个借名的卖掉了 或是被法拍的时候 我还有抵押可以要回来 那么预告登记就是限制他可以买卖 但是各位这个设定抵押要非常注意 我们很多的代书都设定普通抵押权 担保某年某月某日的金钱消费借贷 但是这是借名根本没有消费借贷 所以这个抵押权打起官司来会被读销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要设最高限额抵押权 那么那个设的方法需要一些技巧 所以要找到头上没有两道光不是两光的代书才设的准 你不是有设就好一定要设的很精准 那第三就是反信托回来 就是父亲帮小孩子买了房子以后 要信托回来在父亲的名下 信托在父母的名下 各位这个信托回来让父母亲管理 一直管理到父母亲都往生了 自义信托呢 孩子拥有了这个自义的部分 知习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有出租啦 或是要让父母亲在里面居住 所以可以这个房子来收租金 那如果是居住的话 就是要让父母亲住到往生为止 我们往生了以后 这个信托就是消灭 这个要从信托契约来控制 信托契约消灭了以后 这个房子就回归给小孩啦 那这样子可以担保 那各位小孩如果有一天 未经我们双方同意 他不得撤销信托 这样子小孩子也比较不会被骗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阿嬷 那个土地重化了以后 或是去端征收以后 就把那个房子买在那个孙子名下 结果那个孙子被骗 被人家拉去投资啦 被人家带去做很多的游戏等等 就被骗走了 这房子根本就没有 那我们的父母亲的阿嬷 阿嬷都在那里也不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缓信托回来 在父母亲的控制底下 各位甚至于老了 怕私自被偷过户或是被骗 他也应该把他信托回来给子女 所以各位呢 父母跟子女交互信托 这个是在我们目前银行不从事 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保护财产的方法 我父母亲老了 把他信托给子女去管理 不要怕子女会卖掉 那个房子还是你的 只是说不在我名下 人家才不会随便被骗走 那各位呢 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就买房屋土地给小孩 我们要信托回来 在父母这边管 管到我父母走了以后 我才交互给你 这个情形的时候 他就搞不了什么鬼 纵使他将来往生了 这个小孩子往生了 那么这个他也只是受益权而已 因为父母亲还没走嘛 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重要 那么很多人呢 他不会安排 那么就想说 这个过过去就好 都没有再做第三道的这个手续呢 就会问题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把它保障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将来呢 如果是真正的借名呢 那么第四部曲是要立遗嘱啦 各位父母就会立遗嘱说 未来我往生了 这个财产就归由我们的子女取得 或是说呢 这个子女怎么样把它过后回来 用遗症回到我们这边来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第二个部分 就是要用借名根基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把它反信托回来 我们再把它衍生 各位譬如说父亲呢 给了这个小孩子 是这个不动产或蛮多的不动产 当初都买小孩子的名字 想说我将来老了 走了也是他们的不如早一点 如果你都没有写的时候呢 法律上法官很容易认为这就是正语啦 就给了他 可是各位你一正语的时候 这个就很可能被媳妇女婿这边拿走了 那么各位如果是股权呢 也会被拿走 所以都非常的危险 因此呢我们在处理上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纵使给了他 然后反信托回来在我们父母这边 我们父母是管理人 那么他是委托人 其实我们是受托人 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信托建立起来 这财产还是子女的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当他的受托人 反信托过来 各位当他的受托人的时候 我们的受益权 受益权的享有者 这是受益人 我们原则上就是小孩嘛 因为这是他的东西 所以他享有这个利益 将来这个房子 信托关系消灭 也是回到小孩子 所以这是自益信托 这时候父跟母啊 是做他益 就是租金给父母收 那这样是可以的 那好各位 那么呢将来啊 如果这个受益权 这个儿子约定 如果我将来这个受益权 信托关系都不消灭的时候 还是在信托的状况 我们问哦 各位受益人是小孩子 小孩子往生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孙子 还有女婿或媳妇 继承 请问他继承的是房子 还是受益权 各位这个时候我们约定在 父母亲还没有走的时候 信托关系不消灭 他们还是什么 受益权 那我父母亲如果走了 受托了是我们的子女 或是孙子 各位这一种情形 如果我们的小孩走了以后 他可以约定 这个受益权 不给这个媳妇 可不可以 各位我们讲一个事情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一种情形的时候 很简单 如果银行可以做 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在国外是这样子 那受益权可能是父亲 那么也可能是他的子女 那各位父亲死掉的时候 他可以指定谁 继续享有这个受益权 这个地方当初就已经有约定好了 所以我的财产 我在生前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 我指定说 我这个很庞大的一个不动产 我将来就是要给我自己 我自己走了以后 我只有给我的子女 那如果这个子女不在的时候 就是有我这一性的孙子 我们这一性的孙子 不给外人 国外经常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怕家族的联姻 像奥匈帝国 他们家族的联姻里面 就有非常多会变成 你的防卫被别人拿走的这个状况 因为这是继承的这个关系 所以各位在这种情形底下 信托是可以控制这个财产 不给到外人去的 那这个就要做信托的一个规划 信托的契约的一个安排 那台湾其实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好多的顶客族 好多的家族企业 他很怕外人 那么我们的银行 却没有办法更推不动产的部分 各位 那么因为不动产 它标的很大 它是安身立命的地方 它也是整个家族 在延续的时候的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鼓励 我们的银行往不动产这方面的信托去努力 因为我们的物业管理 已经这么样的一个方便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 给那个小孩子钱 或是给我们的父母钱而已 你要让他有一个住的地方的安身立命 所以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是应该要更加的努力 所以各位第三个工具 我们就有碰到这样子情形 父亲给了小孩子公司很多的股权 那么这个小孩子目前也当董事长 结果哪知道这个小孩子 他娶了太太或是嫁了先生 那么他们有小孩 各位这小孩都很小 这个董事长的所有股权 都由太太跟小孩继承掉了 这个太太 他又去改嫁了 改嫁了以后 他就把很多的这个财产的股权 公司的股权都获给他改嫁的先生 那夫妻赠予免税 所以先生就代替太太跟小孩 进到这一家公司里面来 掌握了所有公司的权利 因为他是大股嘛 所以各位甚至是关键少数都行 所以就变成这一家A公司 落入了别人的手里面了 这些是他们家族辛辛苦苦打拼起来的 结果一花生继承的时候 哪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面两个处理 第一个工具 当然就是我们前面的信托 再来就是所谓我们用借名登记的方式 这些交互运用 把这个股权信托出来 然后指定受益权的方法 我这个股权信托在银行是可以的 那么银行就来说 将来发生任何继承的时候 都只有我们这一性的人可以来用 这个是一个方法 再来你可能就是要透过遗嘱 把这个大部分的财产留在家族里面 可是遗嘱他挡不住民法 1030条之一的夫妻财产分一半的这个部分 也挡不住所谓的特留分的部分 所以这个遗嘱的功能效果不大 第三个各位 或许将来就透过信托加上股份有限公司的话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现在公司法里面有避锁性公司 避锁性公司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股权的移转 只能移转在我家族内的人 这个就是家族宪法 避锁性公司 透过这个股权的限制移转 限制移转 移转只能在我们家族内的人 的这一种约定 在公司的章程里面 或是公司的家庭宪法里面 把它约定下来 那这样子的话 当他要移转给别人的时候 这是不行的 移转去给外姓的时候是不行 那这里面是家族比较大的时候 尤其是有经营公司 企业体 他不想把这个股权 跑到外人的地方 所能够用的 我们今天在谈的是 因应你的需求 你不会把你整个人生的一个打拼 让人家割韭菜无情收割走 或是说因为继承的发生 而把这个大权傍落于外人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各位 这个人世间有取配偶等等 就会发生这个继承的一个事情 那么当然做适度的安排 让这个企业能够永续 或是家族的财产能够照顾到 比较想要照顾的人 我想这个是人类很自然的一个需求 然后那法律是因应需求而生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介绍几个工具 就透过最简单的借贷 透过借名登记 透过家族的信托 透过必锁性公司的处理 把它能够控制在我们 比较能够控制的地方 当然就仔细的部分 还是要各案的详细规划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因应每一个人的需求 来做比较适度的一个规划 那么供给大家来参讨 以上谢谢大家